马斯克要手把手教你造特斯拉跑车 你信吗 就在昨天马斯克开原了特斯拉初代跑车 Roster的全部工程设计文档 并说到无论我们有什么 你现在都有了 任何一个人都能在特斯拉的官网上 免费查看下载这辆跑车的全部工程设计文档 有人在底下问啊 这是否意味着我可以在我的车库 打造我自己的Roster跑车 马斯克回答 只需要一些简单的组装即可 其实特斯拉把初代Roster跑车开原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啊 因为早在2014年 马斯克就在特斯拉的官网上 发布了一篇名为 我们所有的专利都属于你的文章 宣布开放全部特斯拉的专利 鼓励整个汽车行业向电动化的转型 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变 如今已经有三星宝马 LG等多家大公司 数千次的引用过特斯拉的专利 马斯克认为技术领导力 并不是由专利来定义的 而是由一家公司吸引和激励 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工程师的能力来定义的 真正的技术竞争优势 更重要的是你的创新速度 而不是靠专利组合 去抑制竞争对手的发展程度 那除了公布专利以外 特斯拉在一年前还免费公开了 自己的NACS充电机口标准 一年后的今天 已经有福特通用宝马 奔驰 丰田等多家大厂 宣布接入特斯拉充电机口标准 特斯拉的充电机口标准 直流交流二合一 更小更轻 支持的功率更大 对所有车企用户来说都是好事 那虽然如今大多数新年车企 都把特斯拉视为最大的敌人和对手 多次拉财抹黑 但很久以前 马斯克就表示 对于特斯拉来说 真正的对手永远是燃油车 而不是其他新能源汽车 因为特斯拉的全部意义 在于加速电动汽车和可持续能源的发展 如果有公司能造出比特斯拉更好的电动汽车 而且比特斯拉电动汽车好得多 以至于特斯拉卖不掉自己的汽车 最后破产了 他仍然认为开放特斯拉的专利 对世界来说是件好事 那所以特斯拉开放专利 开源电动跑车Rostor的构成设计 公开充电机口标准 开放超充站等等这一切开放举措 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那除此之外 在一些软件硬件的细节方面 特斯拉几年前拿出了哨兵模式 隐藏式的空调出风口设计 空调热泵系统 到现在也有很多国产新电源汽车 开始模仿使用 两年前特斯拉宣布使用纯视觉方案 实现高阶支架 抛弃激光雷达和高阶地图 虽然当时被骂得很惨 但在两年后的今天 你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国产电车 也开始使用基于占用网络的 无高阶地图 无激光雷达的自动驾驶方案 所以说特斯拉还是那个特斯拉 那个免费交整个电动车行业造车的特斯拉